朋友们 朋友们 今天是我们天下一家地产的促销活动日 我们今天的主题呢 是天下一家亲 温情买人间 看房有好礼 买房有折扣 大家今天来到这里 全都有好礼相送 来来来 过来 过来领礼品 来 等一下 那老朋友又来了 这蹭吃蹭喝的 这又蹭礼品呢 我可不去接待她啊 你们两个去 我才不去呢 她呀 事特别的 我才不伺候她呢 把她给金姐 得了 我看哪 一会儿就你给她两句 我算了 说了两句 她就走了 去吧 去吧 你怎么又来了 什么叫怎么又来了 你这吃也吃了 喝也喝了 是不是知道今天礼品促销 又来促销礼品来了 你们那说了 看房就有礼 看房就可以享受免费午餐 没规定 就一次了 好好 您都来了几次了 那您买不买了到底 咱们这大厅的所有客户 哪个人来一次 就拍板挑定了 他不得挑挑选选 他得比较 而且他回家得跟家里人商量了 是不是啊 那您决定了吗 我呀 我也得挑挑 我也得选选 我也得比较比较 我也得跟家里人商量 但是啊 就冲你这态度了 我还不跟你这买了 买你出去吧 你赶点客户啊 你们经理交给你的 把你们经理交给你了 您别生气 您等我坐这儿等着他 有什么事您跟我说 别生气别生气 你经理啊 我不是经理 今天咱们 那那我不跟你说 您别生气啊 你想想 今天我们搞促销活动 经理肯定有好多事要忙 您有什么事跟我说啊 您别生气行吗 您是第一次来吗 还是以前看过房啊 喜欢哪个房子 我给您再介绍介绍 我呀 骑了大老眼的道了 现在饿了中午了 我吃饭 你给我餐卷 没问题啊 餐卷 来来 我这给您啊 来来 餐卷啊 放两大 行行行 没问题 来 我把这些啊 我给你五张够吧 够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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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یہ 想吃什么 您自个儿选啊 你说太好了 我不像他们的 我先吃饭去 行行行 慢点 好了好嘞 我不了解情况 他呀经常到这儿来领免费餐间 蹭吃蹭喝的 你理他干嘛呀 东美你可不能这么想 你想想看 今天咱们在搞促销活动 他这么一闹 所有的客户都看见了 影响多不好 咱可不能影响十大 听见没 这世上就是有那些 不自觉又没素质的人 这样讨厌 这餐厅怎么还没开饭呢 对不起大哥 你看我这一忙给忘了 我们今天不是有促销活动吗 所有的人都在这忙呢 开饭的时间往后推了半个小时 往半个小时 现在正好没什么事 咱们找个安静的地方 我给您介绍一下 我们这房子怎么样 我呀问题多 半个小时不够 我今天还有事 我吃完饭就得走了 完了我有时间我在医院里 行行行 没问题没问题 来来 我把我的名片给你 来 就在这上面 这是我的名片 金多宝 对 不错不错 难道我先去吃饭 去吃 到时候给我打电话 行行行 我都打开约你 没问题 学着点 这才要卖房 我说什么来着 蹭饭来的吧 我告诉你啊 他约你你可别去 万一是变态怎么办呢 不会吧 我看这大哥 看着一脸争气啊 我可提醒你了 如果真的有问题 怎么办呢 到时候 我知道啊 放心吧啊 别在这待着了 赶紧去吧啊 您那么多客户 都在等着咱们呢 快快快快 怎么样啊 看的 看着这一套了 看着这一套了 好好好 那我一会儿 带您去看看 样板间怎么样 我这一懂了 你要看的那个 户型图啊 在这儿呢 来 就是这个户型的 C1和C3 这两栋里都有 就在这儿 您看看 你想要哪一套 你看看 这个是C1户型 小 小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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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我正找你呢 马大哥 马大哥 我妈 在接待客人啊 你先等我一会儿 行行行 您看啊 这几个 都有 都有线房 这个户型也有的 哎 您看看 您再仔细看看啊 我那边还有个客人啊 马大哥 我跟您说啊 这个月 我在完成不了业绩 我连工资都没了 您要是想看 别处的什么房子 咱们改天再说 今天不行 我忙着呢啊 我这有客人 我今天不看房 我买房 啊 我买写字楼 你不接待我啊 不是 马大哥 您不是一直看的是住宅楼吗 怎么该写字楼了 我这真忙着呢 我告诉你 308平A户型 11层到15层 五套 全款 马大哥 您就别跟我开玩笑了 我真忙着呢 过来 过来 你给我听好了 我再说一遍 308平A户型 11层到15层 五套 全款 真的 那还能假吗 哎呀 你娘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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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鸡 马大哥 你 你你你 这真是吓我一跳 哎 我跟你们说 人家马大哥啊 要买写字楼 308平米的 五套 全款 五套 啊 真的假的啊 马大哥 您这才叫实力雄厚 怎么说来着 就是人家老说的那个 真人不露像 是不是 这肯定是大口 你真是行 真吓着我了 对对对 真吓着我 来来来来 这边几号子 来 请 来 就你孤态就好 哎 没问题 哎呦呦呦 过了过了 这下 够了够了 够了够了 我今天高兴啊 是不拿了 您再多吃点呗 我这人哪 越生气 吃的越多 这高兴了 早上吃不了 别别 拿走拿走 别乱喂 再吃点吧 拿走我拿走外 小李 过来拿一下 来 您看 这是咱们的合同 您签一下蛋 来 不对不对 这好 这好 第二好 哎 好 来 这边 好了 你慢慢吃 咱们都签好了啊 签好了 签好了 真没想到 你这么有钱 哎 人不可像吗 还是不能抖 是 嗯 对 知道什么叫抖吗 知道 就是过去乘粮食的一种工具 嗯 一百一 一下 签了五份合同 我怎么觉得 我就跟做梦一样 哎 你说 我 我这也太幸运了 哎 哈哈 知道 我为什么买房找你吗 啊 不知道 哎 也许吧 可能 我还挺愿意帮助人的吧 这是一个方面 你这个人哪 不适应 哎 热心帮客户 真诚待人 哎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方面 就是作为一个优秀的销售人员 应该跟客户成为朋友 哎 一切 要替客户着想 嗯 从客户的角度 哎 这样的话 还能够获得客户的最大信 哦 哎 怎么说 前面 您都是在考验我呀 就算是吧 要不然 我怎么会考虑 这五套写字楼的租赁权 交给你呢 什么 这 这五套 您全交给我负责了 我呀 年纪大了 这个经理有限 我不常在北京住 哎 我这写筒楼的租金呢 可不能递啊 我这个租金呢 是用于我在北京一家养老院的部分开支 哦 是这样的 您还有养老院呢 我还有希望小学 还有福利院 您是一位好人 这就是好人有好报 你也是好人 我 对头 我们秘书跟你谈起 啊 好 关于租房的事 你跟他去谈 行 没问题 这事啊 您就交给我吧 姑娘 哎 嚼着点 这就是把